嗨 我又回來拍片 我早前就忙了一段時間 就沒時間搞我的頻道 對不起 我們今次介紹的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是Maybolling Crossover 沙沙的福袋 很明顯我也是貪其平 看到$139我就馬上去買 但它推出了多久 因為我不知道 我只是剛好吃早餐 看到的 它的福袋包了眼影 一支眼線 還有一支眉筆 我今次的影片想看 這三個東西 值不值得我們一般女生去買 因為我在想 其實香港很多女生 可能未試過化妝 不敢化妝 或是沒必要化妝 但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套化妝的旁邊 我想試一下這三個東西 適不適合入門級的女生 試一下 希望這次的影片沒有太多 有用 我又是上底妝 首先我想試一下 這支Maybolling的眉筆 但因為它的包包 整包都是很隨便 所以它就給了一支 這樣的啡色 我也不知道是否適合用 不過就試一下才算 這樣吧 我剛剛就試完了 用了分幾粗畫完眉筆 它這支淺啡色 我覺得還可以的 不會是淺到要配合你 漂了頭髮 正常黑色頭髮 一般女生都用得著 這支東西 還有它畫眉眉的線條 其實都很清脆 我覺得OK的 雖然它是福袋 應該都是售罩 但我覺得它這個 OK的 挺好用 現在就到第二個步驟 就是這個 眼影盤 它是四種顏色 一種是Ashima 之後就是 橙色的粉色 之後就是 後補粉 還有這支 粉紙? 芯紙? 我自己 通常都是想用這個 做胭脂 但是呢 因為這支這支是$139 我就想 一些很少化妝的女生 可以用這個 最低的成本 來化妝出街 可能上班也好 Grad in也好 什麼也好 所以我都做正常的事 我不太誇張了 我應該都是 用這兩個顏色來做眼影 之後這個做胭脂 這個就是 highlighter 可能應該用來做 好了 我這個水冷龜也是用三手指化 因為太方便了 那我通常都是用一隻 淺色的 對 對 Ashout 其實你這樣的眼影 已經可以出街了 不過呢 我自己就喜歡 多加深色 在眼尾位和眼頭位 不過 由於不是化濃妝 我只加眼尾位算了 對 那我就上完 深色的眼尾位 其實現在在鏡頭也看到 其實是 都比較明顯的化紅色 如果 你覺得這個顏色是超誇張的 那 就用一支掃 可能會再 放鬆 再等那支掃 拿走多餘的顏色 那你就可能看上去 會再自然一點 如果你不是太接受到 眼睛那麼濃 那麼彩 之後呢 就到他的福袋裡面 最後一支產品了 一支眼線 其實這個牌子 Maybelline的眼線 我自己也有用開的 但我用的那支 就是 黃色 那支 然後 紅色這個 分別 它就叫做極之黑 我每次去沙沙都會試上手 但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去試 那支紅色 都是極光 所以很難畫到 很利落的線條 那我不知道 是因為被人試得多還是怎樣 那我這支 我也是第一次 買一支紅色的 那我也試上手 那呢 其實它又不是說非常之差 我覺得OK的 就是 可能 那支 sample 就被人試得乾了 但是我現在試上手 其實也挺Smooth 它沒有沿著手紋 那樣化開 我覺得 都跟黃色那支差不多 不過我自己也是喜歡黃色那支多些 對 那眼線就完成了 那這支筆 我都挺容易控制的 不過呢 我看到它還有一支 是紫色 粉紫色頭 那它是軟身的 可能是給我手殘 或者是剛剛伸手 那它就不會 如果它不懂得這樣控制 它就可以有個軟頭來輔助你 那我覺得那支挺有趣的 那我下次有機會 或者有多一點錢 我就買來試 眉和眼妝 已經解決了 那我就剛剛說了 就說 會用橙色來做胭脂 那呢 胭脂我也沒有理由用手指掃 那我就用一些好小小的掃 好 我掃完 然後我好像領了東西 應該真的領了 那呢 它這支粉紫可能真的非常上色 你看看 我看真的有靈了東西 不要緊 算了 不要緊 反正 下次一定領鍋更金 不要緊 對 那呢 只好整理 我還是領了 我還是領了東西 所以呢 等我一會兒 對了 我剛剛領了東西 那我就用這個BB Cushion 遮一下 對 剛才呢 我就嘗試過 因為重手了 我嘗試過拿它的highlighter 來打在拳的位置 反正都要用的了 但是呢 因為它這三種顏色 就是它的粉 眼影那些粉 是上色得超級厲害的 它說的是 真的一夜吃掉了 那些粉底 所以呢 呃 不要用來做胭脂 不要像我這麼蠻蠻 真心 對了 做人要向前看的 那我就說過用這個來做highlighter 那呢 就打在鼻子 和下巴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完成了 基本上呢 它的三件產品 就已經試完了 對了 就是一支眉筆 眼線 還有這個 眼影盤 它福袋裡面呢 給的這一支 啡色呢 實用到 5分我給 3分半4分 我覺得OK的 不錯的 對了 但是如果你說 容不容易推散它 那些程度 我就只給2分 因為它 是比較creamy 比較實淨 那可能線條 會很實 所以如果你錯手 就會變一粒不小心 對了 而之 眼線筆呢 那 5分我也是 可能還是要給5分 但是我 未知它遲些會不會 好像很快乾 但是我暫時 以它上色程度 和控制程度 我也是給5分的 而這個另外還附的 含加ling 對了 那 它上色程度 我也是照給5分 顏色實用程度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的 雖然這一支 我一向不喜歡 我一向不太想選擇 但是 對了 我覺得一般來說 是OK的 這盒東西 可能我都會給 上色的話 我照給5分 但是如果你說 控制 blending程度 然後呢 我就 給3分半 左右 對了 那我就剩下 剩下唇 基本上 這三盒東西 就試了 平分了 我覺得其實 它現在 Maybelline Crossover 沙沙這包 我不知道現在 還有沒有 可能我找到它 我看到它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偏遲了 我不是 它一伸出我就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有機會 你會經過看到 這個139元 我覺得是真的 挺划算的 因為呢 其實它這支眼線筆 原本都賣成 六、七十元一支 眉筆好像也是差不多 這盒東西更加不用說 你一般其他牌子 四隻色這樣 8、2元是基本 所以呢 其實它這個139元 你買來試一下 玩一下 我都覺得是OK的 真心 它那個零售價 原本都是說 293元 對 但是它現在的價錢 真的便宜了 超多 那基本 如果你平時 不是經常化妝 或者是 你根本是不會化妝的 但是 可能你公事上 或者可能你 要Grad Dean 或者可能你 前度結婚 你要去飲 要裝飽一點點 那呢 你剛好看到它的話 你就買回 摘袋 在家裡 我覺得 這包東西 即使可能你 放在這裡 幾年都不用它 起碼你這139元 你不會說很赤 真心 還有呢 原來呢 我的刷子 真的沒有極限 因為呢 我一直都以為 它是一個 Eyeshadow Palette 你不知原來的行為有說明書 它是 For in 是 對 那 那 那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一樣 基本上你看到我這條片 都是預了中伏的 那 你是中了伏就看我的中伏 對 好啦 那首先呢 就多謝你們浪費了人生幾分鐘 來看我的中伏 尤其這盒東西 對 對 那如果之後有些什麼問題 關於化妝啊 染髮啊 襯衫啊 什麼都好呢 那呢 沒所謂的 comment 或者是direct我什麼都好 跟我說 那我記得看到的話呢 那我就 盡量拍片去解答給你們 還有 如果你們在街上看到有些什麼化妝品 好像很伏的 或者是根本正常 不會用的 不介意 告訴我 因為呢 反正人生都中那麼多伏 我不介意人生做更多伏 反正蠻好玩 真心 好 好 不介意人生 好 小燕 好 感谢观看